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張阿晴 歡迎收看今天晚上的年代晚報 在今天的新聞重點當中 有三個大重點 第一個重點我們要來看到 其實重點都是從昨天 第一場的政見會當中 整個爆發開來的 第一個我們要講的 就是賴清德把他的老宅 要來信託 而且是公益信託之後 結果侯友宜跟柯文哲 整個亂了套 侯友宜不但是不捐 不要講捐 我們就講公益信託好了 你願不願意幫助這些年輕人 他不但不願意這樣做 他還說你說這個話要有分寸 第二個重點 我們要來看到柯文哲的問題比較大 因為柯文哲他真的是逃稅 就是說他這15年來 他作為停車場的 他完全沒有付拿到租金的 這個所謂講到的 不管是個人所得稅 或者是營業稅 他並沒有付 所以這個問題來了 不是只有他一個人 他跟其他的所謂的醫生也好 就六個地主 跟這個我們講到的 重化區大王 也就是吳清源 他們是怎麼作賬的 他們有造假嗎 他們有違反國家的稅法嗎 今天我看柯文哲講得很輕鬆 說我把這個稅補一補就好了 一般人欠稅不是這樣子的 你還要幹嘛 你還要罰款 而且你可能會有刑責 然後現在我們要告訴大家的 這整個稅的部分 柯文哲說只有兩年多 事實上是15年 你以前租給那些小車子 是沒有拿錢的嗎 我覺得這個事情水很深 那第三個我們要來告訴大家的 就在今天柯文哲講到說 民視怎麼讓我消失了 44秒就在那邊要開個國際記者會 結果民視的這個網路部的經理 也姓陳嘛就跑到現場去 他就說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然後現場讓整個國際記者會 就開不下去了 為什麼開不下去了 因為你講不出個所以然 你沒有辦法把這個事情 怪到民視身上 那我們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柯文哲今天要有這個重點 因為他要轉移焦點 轉移焦點是什麼 就是他不斷的批評人家 到底有沒有納稅的時候 他自己是逃稅的 這個問題我覺得非常大 而且這個問題呢 就是你要找黃國昌來解決 也未必不能解決 我們要告訴大家 今天內容當中 還包括了一個剛剛最新的搶救意外 好 我們注意跟大家說呢 就是柯文哲真的逃稅嘛 而且在這裡他已經認了 因為他說他要補稅 但是我們希望稅捐單位 一定要比照所有的老百姓一樣 你知道我有朋友 他們就是報稅的時候漏掉 不是真的逃稅 就差個一兩千塊 被限制出境 而且最後是罰款喔 那我們再來告訴大家的 就是蔡英文總統 今天趕到了左營海港 來探視海虎六個落海的部分 我們知道剛剛一個最新的消息 就是海虎潛艦喔 今天六個官兵落海 三個人失蹤 現在呢急的在這邊來救 因為呢現在天氣非常的冷嘛 那你可以看到呢 在這裡剛剛蔡英文總統的車隊 已經到達了現場 來整個搜救的這個部分 那海虎潛艦呢 可以知道我們在海龍海虎的潛艦 為什麼我們需要潛艦國造 海虎海龍已經開始越來越老舊了 所以這個部分真的是要大家一起來面對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告訴大家 就是說柯文哲違法的停車場 他真的是逃稅 而且你知道他不但是違法逃稅 而且他在這裡面呢 還牽涉到他這個占用的農友地 是特種的農友地 就是說我們一般的老百姓 如果說到哪一天有戰爭或糧食不夠的時候 我們就要靠這個特有的農友地來做耕種 是不可以變更的 可是為什麼柯文哲跟其他的所謂醫生也好 醫生娘也好 你們要動用到國家之本 你要動用到我們在以後糧食之本的農友地呢 那我們今天再告訴大家 就是賴清德要公益信託 結果呢在新北市的官員就說不行 他說因為你是繼存違建 所以就不行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了 這個民進黨的發言人非常的生氣 他在這裡非常的生氣 就說你到底是不是侯友宜的打手啊 他講的是誰 他講的是新北市政府的地震局局長 也就是汪李國 為什麼說汪李國呢 汪李國當時侯友宜 在文化大學的那個房子的時候呢 按照民進黨的說法 汪李國就已經幫他開了綠燈 然後現在汪李國到了新北市 他就是說你不行 但事實上呢 今天民進黨就說 今天我要公益信託 不是你這個單位 就是新北市的這個地震局說了算 就不是你說了算 所以這個事情也引發了討論 那我們呢接下來就要來挑戰呢 明天就是冬至了 我們要說的是 柯文哲跟侯友宜的冬至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冬至來會冷嘛 我看一下跟大家說 如同我昨天講的 現在的民調看起來 賴清德是緩步向上 柯文哲還會跌 那為什麼你說柯文哲還會跌 因為他是完全的人設破產 你本來是說中間力量 你本來說是白色 即使大家認為你旁邊有一些 有的沒的阿里布達的 像黃國昌自己 也是把菜園變成了停車場 但是大家還是沒有看到內幕嘛 現在硬生生看到內幕 你現在就是把這個農地 變成停車場之外 而且你逃稅 你逃稅不是逃一天兩天 不是一年兩年 你是整整15年沒有納稅 那我們來告訴大家 這個是美麗島電子報 最新出來的內容 你可以看到呢 賴清德36.3 侯友宜32.8 柯文哲17.7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他前一波是看到19 所以他掉的蠻多的 那我跟大家說 這個回力標來了 回力標來的是什麼 因為呢 現在藍跟白都在找 賴清德的老房 外裡的老房嘛 那賴清德在證件會放大絕 他說我公益信託 你侯友宜柯文哲敢不敢 那等一下我們會看到他們兩個反應 我覺得侯友宜的反應是有點瞎 還說你要手分寸 但是呢 我要講柯文哲的部分 柯文哲呢 他是一個滿口公平正義的人 他違法把農地變停車場 而且是15年逃稅 這15年當中 你告訴我說 你不知道 你都交給你爸爸媽媽 你交給你太太 今天他們沒有要選舉 你都推給他們 這是一個 大伯人可以做的事情嘛 我覺得不是耶 一人做事情一人當啊 你不能說出什麼事情 說那我母的事情 那我爸跟我媽的事情 你不能這樣說啦 尤其是你平常 那邊大啦啦的 在嗆人家說賴清德 你有沒有付稅 你有沒有付稅 結果你自己默默的逃稅了15年 而且我特別要講這塊地 這塊地我覺得 你的其他的那些所謂的醫生啊 我要講一句話 你所謂的當醫生是做什麼 玄弧計事嘛 你要有人醫之心嘛 你們到底是有缺錢到什麼地步 你們要去傷害這些農民嗎 為什麼這樣講就不是只有農民的事 你這塊土地是什麼 他這塊土地是特定農業用地 特定農業用地是 2300萬人糧食保命的 我們全台委員有限定 好像80萬公頃還是什麼 有個數字 你那些地再怎麼樣是不能變更的 你什麼都不要碰你就要碰這個 那我現在跟他講說 今天我看到柯文哲出來講 我覺得太訝異了 他竟然說啊 我那個作為停車場喔 遊覽車停車場大概是兩年多的事嘛 我拜託你好不好 這個在你們2008年 在這個時候 你10月份 你7月份買地對不對 這10月份 你已經有停車位了 你已經在租停車位了 你不要糊弄大家 你租給小車子 你也拿錢 你租給遊覽車 你也拿錢 所以你是15年來 你都是逃稅耶 你是逃稅的人耶 所以我就說 這場選舉對於柯文哲來講即將結束 而我覺得可笑的是 可笑的是 他找同樣把蔡元便停車場的 黃國昌幫忙解決 我覺得這是今天最可笑的事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侯友宜 侯友宜呢 他的凱旋院 竟然在今天又傳出再度的漲價 結果呢 漲了之後呢 當然就說同樣的5.5平 兩人就要17000或17500 網友就轟說 這個房東啊少賺5000塊會 這個字電視上不能念對不對 會差嗎 對不對 那我今天看到這個部分 有一個網友留言 我覺得很心酸 單人月租16000單人房 住半年比學費還要貴啊 我到底是去念書的 還是去幫房東爽的 這是網友的說法 所以你這是什麼 你侯友宜不要告訴我們說 哦我給你年輕人買房子 1500萬不用投期款 我讓你做學貸 你根本都是假的嘛 你如果真的有心 你不要說這個房子 是什麼娘家的 現在的名字是你太太的 你女兒的 可不可以叫他們 不要這麼的死愛錢 你可不可以少賺一點錢 不行嗎 全然沒有看到 因為你知道我要跟大家講 我住在陽明山上 我知道那些學生的痛苦 你啊 如果從山下騎摩托車上去 那個陽明山 養得大道 有死亡大道之稱 在國安局那裡 出了非常多車禍 所以很多家長就說 你就你就住山上 你就不要這樣跑來跑去上學 很很遠嘛 可是你在上面能選擇的房子有限 學校的宿舍也有限 所以他吃準你找不到地方 我們偉大的侯友宜就吃定了我們的年輕人 啊不然你要怎麼辦 我今天要你六萬塊你都要租啊 因為你租不到嘛 所以我說這就是剝年輕人的皮啊 那我今天來算 有人就算了 我還不知道我看得更誇張 如果一個文化大學學生念四年 都要住在你這裡 他要給你七十六萬台幣 你到底怎麼回事啊 而且我更看不起的是 你們這種又不是沒錢的人 你每一戶給一個門牌 你就可以避掉你的稅 你有多缺錢 你知道嗎 你賺那麼多錢沒關係 你至少納稅 他就把每一戶 小小一間一間 不同的門牌號碼 所以我就不用納這個稅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誇張 當然我還是要講的 就是我看到了今天柯文哲說 賴清德要公益信託 他說too late太遲 但我現在要講的是 我想請問你 你今天柯文哲過了15年才被踢爆 你原來是違法用農地 而且你15年都逃稅 請問你這15年是不是也太遲 好我們今天的內容呢 要來告訴大家 不分藍綠的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首先來看到的 就是有一個打球的嘛 十棒嘛對不對 陳子豪的太太被說 全飛機都等他們一家了 就被說你們是不是太誇張 然後他自己就出來平反說 不是這樣 但問題是你發了IG 是那樣寫的 到底怎麼回事呢 還要告訴大家的 就是在這裡 我們要看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說 剛剛在搶救海虎號的現場 最新的醫院的狀況 以及再告訴大家的 就是我們要來看到 今天高嘉瑜跟賴品瑜 遇在一起是什麼樣的情形 好我們來告訴大家 今天內容當中呢 先來告訴您的是什麼呢 就是新北啊 就說賴清德老家 是幽靈房屋 然後呢 民進黨就轟說 你根本就是 侯友宜拿公務員當打手 海虎的這個軍艦 欲涌浪 六個官兵落水 三個失蹤 我先講到呢 在這裡 新北市政府的地震局長 汪李國今天說 賴清德老家 就像幽靈房屋了 你怎麼樣信託 給他人使用 民進黨發言張志豪 就很火大 就說 汪李國為了侯友宜 選情告急 胡亂放話 也呼籲侯友宜 不要再把手伸進市政府 強壓公務員 當政治打手 然後 民進黨對汪李國 提出了三問 第一個 請問你什麼叫做 幽靈房屋 第二個 汪李國你是護航 大群管的政治打手 第三個 公益信託主管機關 並不是你地震局 新北市政府 應該出面說明 而且針對過去的荒謬言論 行政不中立 必須道歉 然後我們來看到 賴清德的老家 今天已經申請了房屋稅集 新北市稅金處說 已經有來幫他來申報 那不管怎麼申報 他們在審查 如果真的要補稅 他未來要追繳 五年的房屋稅 第三個 賴清德老家的特勤 要撤哨了 國安局說 考量到賴副總統 已經宣布 把萬里老家 來交付公益信託 國安局 將依法辦理 後續撤收相關的事宜 好 那我們今天來告訴大家 柯文哲 原來真正的是逃稅 大家說他拿出來的是 地價稅 可是你每個月拿到的租金 你都沒有交稅 我昨天看到這個新聞 我回家想說 我有房子租給人家 我們有沒有交稅 有的 而且我們都去公證 而且我們就要那個什麼 因為你如果拿的稅金 雖然不多 一萬出頭 我的錢 拿的這個稅 我收的租金 還比這個侯友宜的 陽明山的一萬六還要少 但是你還是有收入 你的二代健保就會被扣 但是我們就說 你當中華民國國民 你該納稅就納稅 所以不要去搞那個有的沒的 所以我都是公證的 就是說大家都不用逃 都不用避來避去 可是你可以看到柯文哲 柯文哲的媽媽 柯瑞英就說 護兒子就說 啊不賺多少啊 幹嘛怕人民太有錢 這不是太有錢的問題啊 你拿到收入你就要申報 也許你最後申報 要納出的稅值 可能只有幾百塊 那就是一個法律嘛 你要有法律的概念嘛 否則你當總統可以這樣子嗎 陳佩琪他太太就說 他跟柯文哲結婚十周年的 某個年夜飯 是爸爸媽媽說 啊有個醫生糾團 去買一某塊土地 他們不是醫生 就叫柯文哲去買 那晚輩對上一代的理財 本來就沒有任何智慧的餘地 後來我們夫妻對土地在哪裡 長什麼樣子 做什麼用途 完全沒有過問 你看柯文哲推給媽媽 推給爸爸媽媽 柯文哲的老婆 我推給他的婆婆跟公公 我覺得這實在是太不禮貌 太不孝順了 那我們就來看到呢 其實在這裡啊 徐清皇就說柯文哲當年的行為 就是所謂的集體投資的 炒地的行為嘛 好那我們今天還要來告訴大家 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告訴大家的就是 顏雅倫今天出庭了 還有我們要看到的雞排妹 今天出去騎腳踏車 跟誰一起騎呢 跟選舉有關 民視駁斥剪接柯文哲的發言 趙少康跟白狼有同場 有沒有同台呢 還有就是賴侯他們在炒 到底我們台灣是選台灣特首嗎 以及告訴大家 天氣很冷要小心疾病 陳美鳳很辣 我就看一下美鳳姐實在太辣 很辣很辣 好那我今天要告訴大家一個事情 明天是冬至 很重要的訊息跟大家講 冬至是什麼呢 你吃湯圓不一定是明天開始吃 你今天晚上早一點回家 早11點子時的時候就進入冬至 你以前回去 你可以吃湯圓 吃什麼湯圓 我今天就說 我今天晚上要吃這個湯圓 因為呢就是說 要紅跟白 紅白混在一起 陰陽可以有這個 等於是轉運 我不知道候選人要不要這樣吃 我是覺得要 為什麼今年犯太歲 有屬兔 雞 屬馬 都是犯太歲的 你都可以吃 那我就很好奇了 那這總統候選人誰犯太歲呢 赫然看到我們的侯友宜 犯太歲 所以你要吃一下湯圓 然後我們再來看到呢 副總統候選 我們的無心營犯太歲 Oh you have to eat the rice I don't know how that 就是那個 冬至 我一陣子 我考這個我自己的冬至 有一個很難念 你最簡單講 Winter Festival 但事實上不是這麼簡單 它這個裡面就是說 你要吃這個 You know Taiwanese rice ball And you have to mix it with the white and the red because you know you are not very good fortune this year 好 那我們來告訴大家 今天我講英文他可能會聽得懂 好 我們來告訴大家 今天內容當中呢 包括了是什麼 我們有同事笑翻 你不要不要笑太多哈 來柯文哲 真的逃稅啊 然後呢 賴清德勝8% 先來做環島之旅 那我們今天來告訴大家 包括了什麼 今天呢 中國真的有動作 他宣布了 卡ECFA有12項 就是說我本來給你關稅優惠 我不給你優惠了 那這到底是什麼 另一方面 我們也要告訴大家 拜席會對不對 都開了好久了 一個多月之前了 現在NBC有報導 就說有內幕 再來告訴您的 就是民視的這個經理 跑去民眾黨的現場 就是說 這整個我沒有消失你 這是YT YouTube的問題 再來告訴大家 哇 楊子瓊跟他老公 已經相戀19年 今天要結婚 恭喜啊 還要告訴大家的 就是信託 國安要撤離 以及我們看到 拜席會的秘辛 講到統一 講到戒選 我們在今天有詳細的內容 我們來看到 在今天的新聞重點 在今天的新聞重點當中 我們就要來看到 今天這整個狀況 包括了 有民進黨的內參民調出來 賴清德領先了8% 那我個人是覺得 我看這個事情的發展 它是一個趨勢的發展 就是說賴清德的老宅的部分 已經是解套 可是真正出來的問題 大家真正相對的 有剝奪感的問題 就是柯文哲失了農地 而且違法 而且是逃稅15年 還有侯友宜的部分 我們來看 好我們先來告訴大家的 就在這裡信託的部分 為什麼今天張志豪這麼生氣 到底新北市卡什麼 還有我們來看到呢 在這裡就是潛艦的部分落海 我們要來搶救一下 驚爆12月21號 12月21號 我們先來告訴大家 沒想到堂堂的柯文哲 竟然是一個逃稅之人 而且他逃稅可以逃15年 我們來看這個事件 先三風暴 第一個柯文哲逃稅 他今天清淡說兩年多 你前面租給小客車沒有拿錢嗎 你明明就逃稅15年 還有我們要告訴大家 他這塊地不是隨便的地 他扯到了昌毅 昌毅又跟高宏安有密切的關聯 然後第二點就是賴清德信託 他現在民調剩8% 還有呢就是侯跟柯拒絕要捐出來 結果整個跳腳 那當然我們還要告訴大家的 就拜習秘辛的這個內容 我先跟大家講 今天三位總統候選人的行程 今天柯文哲9點半在南門市場 賴清德9點15分 開始他的環島首站宜蘭 侯友宜11點公佈他的兩岸政策 然後我們先講到呢 柯文哲你知道嗎 他事實上呢 在之前講到相關的這個 農地違法做停車場的部分 他很快的直播就拿出來了一個稅單 可是大家都知道你這個是地價稅的稅單 可是你拿不出來租金的營業稅或者所得稅的資料 果真他今天在南門市場就說 啊作為遊覽車停車場用就是這兩年啦 該補所得稅的要補啦 該捐出來沒問題 重點不是你要不要捐出來你的錢 重點是你就這樣子逃稅了15年 你絲毫不用道歉嗎 而且我們的國稅單位不用罰你錢嗎 你知道在中華民國稅制是怎樣 你除了逃稅要補稅之外 你要付罰款 罰款是非常重的 那我們來告訴大家驚爆了兩個事情 第一個他講的內容 第一個他承認他沒有交租金 這個所謂租金收入的稅 租金拿到手上了他沒有付稅 然後柯文哲等六個人 他們跟重劃大王王清源 是違法作帳來逃稅 那按照稅捐積針法 除五年以下 病科一千萬以下的罰金 我為什麼說他作帳 正常來講 如果今天這個重劃大王 跟你租這個地方當停車場 他要給你一個東西 他要讓你報稅對不對 所以他要給你一個單子 你就說我的租金收入一個月一萬塊 所以我要付多少二代健保 至少我是這樣的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可是很顯然 可能那個重劃大王說 不要了不要了 現金給你就好了 大家都不要出帳 我也不要出帳 這樣子就是違反我們國家的稅法 這個東西 我希望稅捐單位要查清楚 今天這個事情 如果柯文哲可以 我們全部的人都可以 我為什麼要納稅 我們全部都私相授受好了 那國家還需要法治嗎 那柯文哲講的法治是什麼呢 然後我們再來看到 十五年第二點 十五年租金初估達到六百萬 甚至有人說更多 因為有人就講說不止 你這個算下來到兩千萬 我不知道你是多少錢 但你柯文哲怎麼說 只有兩年多 然後我們再看一個空照圖 你說兩年多 柯文哲2008年7月買的地 十月份就已經有停車格了 那你現在遊覽車出現 的確2021年出現 可是你遊覽車有收費 你的小車子租金更多 更有收費 那總之呢 你也不是一個車 你也不是說一隻一隻 你不是一個車子一個車子給你錢的 你是整個給人家當停車場 你是一筆賬進來的 那個賬你是逃不掉的 然後我們再跟大家講在這裡 為什麼扯到藍白河 卓冠廷就爆料說 柯文哲把農地租給 重劃大王吳清源 吳清源2004年成立九鼎開發 他是董事監察人張震榮 有一千股 他現在是新竹縣國民黨籍的議長 所以呢就是 卓冠廷就拴說 啊你2008年就藍白河了 所以在這裡關係圖 就在這個當中 九鼎開發董事長林文鑫 是新竹縣的林市中青會的地方樓 然後呢他有一萬股 董事是吳立美 是吳清源的姐妹 可是重點是誰 重點就是我們講到 國民黨的現在的新竹縣的議長 也就是我們講到的 現在張震榮的部分 好那我另外還要跟大家講 獨家的內容是 柯文哲的地 有扯到昌義 昌義又扯到了高鴻安 我看一下這張圖 這張圖是什麼 柯文哲的地在這裡 這是公道五路 公道五路往下走 昌義環宇市 昌義環宇環球市 昌義新都會 昌義新都心 全部是他的都根 在這個地方 回建築在這個地方 回建築在哪裡 回建築是高鴻安男朋友租的豪宅 所以我在今天來講到 昌義的老闆楊玉泉 高鴻安的男朋友 租的回建築就是昌義的 昌義楊玉泉的兒子 楊炳琦 就是寡妇樓都更案建商 李明開發的大股東 所以你要講的是 難不成你們都知道 到最後高鴻安 就可以幫你們來做 什麼樣的安排 當然他們買地的時候 高鴻安還沒有選上 可是你這裡面就是 一有所指嘛 你就是要吃這個農業的地嘛 那現在在風口浪尖當中 真的高鴻安 敢幫你來變更嗎 我跟大家講 這是特定的農用地 是不能變更的 好 那另外 我們再來告訴大家 今天呢 有關於賴清德 在政見會放大絕 說要老宅交付公益信託 作為礦工生活紀念 然後這裡面一講 然後呢 柯文哲就拒絕 他說啊我刨一刨啦 恢復農地使用就好了 侯友宜就說 我是合法繳稅耶 你想有特權也這麼久了 你做事情要想想自己的分寸 你自己不肯信託 還要罵別人一頓 所以我們今天來看到呢 今天的這個部分 賴清德的民調 民進黨內最新的內參 賴清德37.8% 侯友宜29.5% 賴清德呢 是贏了8.3% 柯文哲26.8 然後美麗島第94波 賴清德升1.1 36.3% 侯友宜升2.2% 32.8% 柯文哲跌1.9% 17.7% 所以賴清德的老家 已經內部曝光 大家看到根本沒有什麼 什麼樣的一個什麼豪宅 完全沾不到邊 所以他的邱毅200平之說 已經被打臉 而且是完全的解套 好我們今天的內容當中 就跟大家來講 今天到底侯友宜的新北市 有沒有行政中立 到底柯文哲 為什麼扯到了這個 國民黨的議長 然後呢 他也跟高鴻安 蠻密切的 我們的報導 該補所得稅的要補 那個作為那個 遊覽車停車場用事 最近這兩年多才才有 總共15年的時間 超過兩千多萬 我願意把房子交付 公益信託 優先作為礦工生活紀念館 侯市長 你願不願意 把大群館交付 公益信託 跟我一樣 免費提供給弱勢學生來居住 要用個人自己去做經典 做事情 要想想自己的分策 柯市長 你願不願意跟我一樣 把這塊農地 也交付公益信託 那個恢復農地使用就好了 我要 推動高鐵延伸宜蘭 總經費 一千八百八十億元 主持勇敢心 來台灣 去台灣 台灣加油 你願不願意公布 夏立元此行 見了什麼人 說了什麼話 不但你自己哭了 全家人也都哭了 如果你擔任總統和中國簽作協議 是全國人民都要哭 首場總統證件發表會上 賴慶德宣布 老家交付公益信託 優先作為礦工生活紀念館 捐出來是好事 我們不管他的目的性 捐出來就是讓其他人可以用 那不是很好嗎 這能夠陳列什麼 就把自己家裡面給人家看 不知道到時候一個禮拜一個月才開放半天 不只民眾看法兩極 蘭茵更質疑政府單位如何接受違法建物捐贈 律師林志群搬出最高法院 九十二年度台上次第一千五百九十四號民事判決 證明不管是否為違建都可作為公益信託標的 批評顯然對於信託制度完全不了解 事實面與法律面都弄錯了 考量信託後不再屬於特勤條例規定的維安居住所 國安局二十一號依法撤收賴慶德萬里老家警衛據點 並出動貨車將港哨載走 但惹出爭議的還有國民黨前立委邱毅指賴慶德老家 是占地兩百二十八坪風水寶地 本台獨家取得建物內部畫面用畫面說話 二十九點三坪的房屋室內空間不大 牆上除了留有壁畫 飯廳內放置六人餐桌與綠色的手拉廚櫃 廚房貼著瓷磚牆面 電鍋熱水壺和冰箱都還保留 後面空地則長滿草木 看來有段時間未經人修剪 隨著相關證據一浮現 也讓對手攻擊不攻自破 好我們來看到 但是另一方面現在變成要公益信託 新北市的地震局長汪李國 卻是說這是幽靈房屋 柯文哲龍恩斷土地上 兩層樓的農舍上面就大蠟蠟的掛著 酒頂開發建設公司的看板 不過現在仔細調查後才發現 背後案情並不單純 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被提爆違法使用農地 當作停車場出租使用 雖然柯文哲火速宣布要施工刨除停車場地面 22號上午9點開挖 但是這爭議越燒越大 你在這個整個農地的投資案當中 你的角色到底是什麼 背後還有牽扯誰 民進黨發言人卓冠廷揭露 柯文哲在2008年取得農地 時至今日違法的開張停車場 營業長達15年 而國民黨新竹縣議長張正榮 除了身為酒頂建設的監察人 更持有公司股份一千股 甚至力挺民眾黨的高宏安 而非國民黨也讓卓冠廷大酸 難道這是2008年 就提早實現藍白河嗎 藍白河在2008年就開始了嗎 而張正榮來頭不小 從公開資料可以發現 原來張正榮跟建設開發相關職務 脫不了關係 不僅是興豐開發建設公司董事長 也是其他兩間公司負責人 最後是用黨決定 支持黨決定 五月時張正榮才現身回應 會支持國民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 也在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前往新竹時一同大合照 新竹市長高宏安就站在旁邊 誰也沒想到如今竟然被爆出 和柯文哲間的利益糾葛 好我們來看到這個事件的發展 接下來我們進入到深水區 深水區在於哪裡 柯文哲他可能要用這個話題 來做一個轉移 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就說他有欠了這個稅 還有另一方面 他今天也說 我這個所謂的這個電視的證件發表會 你民視為什麼把我消失了44秒 我跟大家講 這不是電視的消失 這個呢是 他是在YouTube的消失 那我逐一來看 我先講說 你這麼在意這44秒 你先在意一下 你到底欠了國家多少稅 你可以看到在這裡 這當中 這個柯媽媽說 又沒有賺多少錢 幹嘛怕人民太有錢 那你交稅就可以了嘛 那民進黨發言卓冠廷質疑說 逐科轉運站上面的農社 從2010年就掛著大大的招牌 九頂開發辦事處 負責人就新竹重畫大王吳清源 而且股東的名單都不小 監察人是國民黨現在的 新竹縣議會議長張震榮 那你可以看到在這裡包括了 我們來講 剛剛說這塊地對不對 柯文哲這塊特農用地 他只要變更成功的話 他翻算起來 他的價值估算翻5到7倍 柯文哲2008年7月買的 而整個停車場 是2008年10月就已經開始 所以保守估計你說 這15年只有600萬嗎 有人算到是2000萬 我們來看看精算一下 柯文哲說土地這兩三年 才變成停車場 但回顧空拍圖 這塊地2008年 就已經劃設停車場 保守假設有一半車位出租出去 2020年前就賺了近490萬 2021到2023年 改租給遊覽車業者 粗估15年來 這塊地的所得 將近600萬元 那麼柯文哲要捐的 到底是2008年到2023年的 所有收入 還是只有2021到2023年 遊覽車停車場的所得 那他就直接的依照法律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柯主席絕對不會賴皮啊 雖然柯文哲信誓淡淡說要捐 但根據名嘴徐青黃 揭秘的投資比例來看 柯文哲在這塊地的所有權 只佔二十四分之五 另外包括三名許姓 一名陳姓 一名張姓的醫師或醫師娘 都分別持有兩百四十分之二十五 到二十四分之五的土地 那麼捐違法的租金所得 柯文哲要怎麼捐 投資團又沒有要選總統 是你承諾說因為你要選總統 所以這些相關的違規 跟不法的所得 你要捐出來嗎 好我們來看到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事情當中 捐不捐我們真的不在意 我覺得你們就是逃稅 你們就是逃稅 我覺得其他地主的名字應該公開 我想看看是什麼樣的醫生 竟然會這樣子公然的逃稅 你拿了錢你就應該要繳稅 不是嗎 那我們今天再來往下看 就是這個民視到底怎麼回事 而今天在這個記久會當中 結果民視的這個主管就衝到現場去 我先跟大家講這裡 最主要就是昨天的 這麼一個政見發表會 然後網友就說 昨天第一場政見 柯文哲發表的時候 在第三段吧 因為三立電視 民視YouTube插播廣告 導致發言的內容消失四十多秒 結果後來說不是插播廣告 民視今天中午發聲明說是 YouTubeYT的伺服器 這個地方技術所致 他就解釋說 民視其實在昨天有透過YouTube頻道 有三路串流 第一個是提供中選會的訊源 第二個是民視快新聞直播 第三個是SNG提供給各台的共訊 然後大家就說呢 請注意左下的秒數 就有直接被剪掉 然後呢 他們說是因為第二路 民視快新聞直播的這個串流影片 發生的就是好像有柯文哲 在第三輪網路緩衝 緩衝叫什麼 叫Lag的現象 那有緩衝畫面的時候 YouTube方面 就直接刪除了畫面 所以是YouTube三的嗎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 民視已經把短缺的影片直接移除 而且重新上架完整的影片 對於造成民眾黨的誤解 民視表示遺憾 也感到非常的無辜 那我們看到下午的時候呢 就是民眾黨開記者會了 而且說是要開國際記者會 然後呢 吳馨寅還講了一個英文呢 發了一個英文 就是說呢 等於就是英文直接講說 民視把他們的這個 所謂的直播的這個 證件會給剪掉 所以這個在現場的節目部的 這個陳姓的主管就說 你不可以這樣啊 你要加問號啊 不是我們啊 他就說 我唸過廉恥消失的44秒鐘 不是民視所做的 強調民視絕對沒有偷偷剪掉 侮辱智商手段低劣 明顯違法的這麼一個作為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現場 民眾黨臨時開國際記者會 什麼是這麼大張旗鼓 民眾黨指控民視轉播總統 證件發表會 可問這被消失44秒 但民視新聞網路不經理 也親自殺到現場回應 雙方提問環節各自話中帶刺 現場氣氛劍拔弩張 但民眾黨的指控 也被中選會反駁 因為民視的電視轉播 全程沒有中斷 可問這消失的44秒 只是網路直播 而且是YouTube伺服器端的技術問題 送給YT跟送給FB是同一套東西 那我們為什麼要在YT的程序上面 去減掉44秒 絕對不是所謂的偷偷減掉 侮辱智商 怎麼樣取得月清大眾的信任 這是民視應該要去面對的責任 恐怕不是如同中選會所講的 民眾黨畫風一轉把矛頭再指向中選會 認為證件發表會中網路平台 不受法律限制的規範並不合理 還把當天其他家電視台通通拖下水 各台他們要自己廣告在YouTube上面要蓋台 這個是各台的問題 證件發表以後有問題 他們早就應該在這一次證件發表會 之前就提出來 刻意想要去暗示說有一些電視台有立場 刻意要去打壓你科問者 我覺得倒是沒有必要 國民黨陣營也看不下去 民眾黨把原本就沒規範的網路轉播放大解讀 炒作成了選舉話題 記者綜合報導 好我們來看到因為在現場 他可能有這麼一個可以炒作的方法 但是我也覺得啦 就是盡量人家在講的時候 如果按照規定 你不要進廣告就不要進廣告 你可以進廣告就可以進廣告 那你說YouTube 那YouTube怎麼回事 有時候就像年代晚報 會有觀眾反應說 你為什麼7點的新聞都播完了 為什麼到晚上11點還沒有上傳 那我說那是YouTube的問題 我也不知道YouTube這油管是怎麼回事 所以啊大家就弄清楚 不要把它變得這個複雜化 但是呢 因為在這一次的證件發表會 我是看完了 下班以後回家把它重新看了 我覺得柯文哲 他一方面是守住 他可能覺得守住我的本分 我就是這是個證件發表會 但事實上他因為啊 就是這個停車場的問題 還有沒有交稅的問題 他滿臉的愧疚 按照中國的說法 就是負罪感 他根本就不知道該怎麼講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是念著稿子在講的 他完全沒有應變 那我現在要跟大家講 接下來來看到的 進到更深水區 大家一定要關心的 就是中國的戒選 還有美國的態度 這有兩個事情 重大的事情發生啊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 中國的商務部 今天十點鐘 他出招了 就是宣布終止部分 EKFA產品關稅減讓 也就是說呢 你這裡面我終止你了 因為他講說 我們違反EKFA 他就部分 把他就說 我本來給你一些關稅減讓 我不給你了 哪些呢 有12個項目 包括了秉熙丁二熙 以物二熙 這是比較像是實話類的 其實商務部 在12月15號 提前對台灣 貿易壁壘調查 結果出爐 因為本來是明年的1月12號嘛 那其實很巧 賴清德昨天在政見會 才批評說 你國民黨夏立言副主席 到中國到底做什麼呢 你到中國隔天15號 中國就宣布 貿易壁壘 對台灣是不利的內容 請問你到底是不是公然戒選 你願不願意公布夏立言 到底見了什麼人 說了什麼話 然後你知道嗎 我還得到一個內幕 夏立言本來要去兩個禮拜 他根本就提前回來了 你知道 詳情請看雅 請看世界 就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說 真的是這樣提前回來了 那這個東西 你今天再次的加碼 你就是說 我這12項 我就不給你優惠了 就是在恐嚇台灣嗎 那我再跟大家講 另外更有意思的 就是我們那個NBC的英文 有沒有英文的原稿給我 就是NBC的這個報導 你幫我找沒有關係 就是NBC的這個報導 他其實是什麼 他其實是在 我們講拜習會 拜習會已經開了一段時間了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 NBC有個報導 就是說習近平在峰會期間 警告拜登 北京要讓兩岸統一 他的標題是 這個是報道在這裡 我想給大家看 比較完整一點的 好你可以看到就在這裡 我覺得還是要有圖有真相 這個是NBC今天丟出來的 那這裡面呢 為什麼他們的邏輯 就是說 哎呀這個為什麼要講說 習近平跟拜登講說 他們要統一台灣 但是是和平的台灣 他們就說 哎這個場合當中 講這個統一是不是很奇怪 其實今天科比就講了 一點都不奇怪 他一直是這個態度 可是呢我要跟大家說的是什麼 我要跟大家說 這裡面有一些新的訊息 新的訊息在哪裡 第一個 有關於和平統一的部分 他們訪問了誰 他們訪問了三個政府官員 三名現任跟前任的美國官員透露 習近平跟拜登說什麼 第一個北京要實現台灣跟中國大陸的統一 但是具體時間沒有確定 而且中國傾向和平而不是武力佔領台灣 第二個引用美國軍方領導人的預測 說習近平計劃在2025或2027年佔領台灣 是錯誤的 因為他沒有設定時間表 第三個中國官員要求拜登發表公開聲明 表示美國支持台灣跟中國和平統一 但是呢不支持台獨 可是白宮拒絕了 那只說一中政策不變 這個我們都有報導過 這個我們都有報導過 那只是呢比較特別是 要求不要戒選的前後是怎麼樣 因為呢他NBC的說法是說 習近平對於下個月要舉行的 台灣總統候選人表達了擔憂 然後拜登就說 你中國要尊重台灣的選舉進程 習近平回應說和平一切都很好 但是中國最終需要尋求解決的方案 那我們來看到這樣的一個相關的內容 我們就看到這裡還包括趙少康突然丟出說 中廣我要辭可以辭 我馬上就看怎麼沒有署名也沒有日期 他是說等賴清德如果信託我就辭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造勢而已 好我們來看一下賴清德的部分 他今天環島就第一站在宜蘭 然後下午最新的行程在哪裡呢 下午最新的行程我們看到的 他是在台東 然後晚上要去屏東 我們來看一下賴清德最新的行程 空拍機鏡頭記錄下支持者 舉起綠色畫報拼出大大的選字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環島大團結拼子活動 從宜蘭起跑 好我們來看到另一方面 再來看到的是在台東的部分 看到呢就是在這樣子一個牌制的這個部分 真的很特別 我每次想要牌制 我在當時念高中的時候 幾乎每次國慶日到牌制 好今天還要告訴大家有重大的事件 就閻雅倫在今天出庭了 閻雅倫今天出庭呢 他就是準時出庭 心情OK 但是呢要樂就說自己心情沉重 那他對於外傳說 他要要求多少多少錢的這個補償金 他非常生氣 開直播罵媒體罵了三分鐘了 金牌妹今天信聲 這跟臨場左陪吳佩毅來騎單車了 那我們再來告訴大家的 趙少康在昨天跟白狼同場 結果在台南的鹿爾門的聖母廟 那白狼在下面 他們是沒有講話 你看前一天侯友宜跟李全叫同臺 也是不一起掃街 他們也是怕嘛 那我們今天就來告訴大家 今天剛好在大安森林公園 羅志強差一點就看到有人在無預警的攻擊 結果呢倒是有意思的是 他本身這個問題沒事 羅志強跟這個苗伯亞 兩個人昨天在電梯巧遇的時候 有在那邊搖耳朵 搖什麼耳朵呢 搖耳朵就是說到底什麼時候要辯論 我們來看 盡最大的誠意跟努力 然後讓彼此雙方的條件都可以滿足到和解 心情上還是 滿沉重的對於這件事情的發聲 然後我都尊重法律上後來的結果 門檻太高了 我們到那個年紀要維持那樣 真的不容易 因為我每天晚上到吃巧克力的我很難 我們進廣告回來要告訴大家的 就是陳芷豪的妻子被說 他們是不是有影響到人家飛機的起飛 還要告訴大家的海湖潛艦三個人失蹤 正在搜索最新畫面 馬上回來 好歡迎回到現場 這個事情吵得非常的大 就球星的妻子搭飛機 到底有沒有讓整個飛機等他們全家 他自己在IGPO了文然後刪除了 因為就有人說 聽說他們是這個台灣職棒的 結果是忠信兄弟的陳芷豪的妻子 貝貝 楊心貝 他在線動寫下說 我真的氣死啊難得驚豔 全飛機等我們一家 沒有買到免稅品的東西 後來他就很生氣直播說 不是這樣我是排隊 然後因為機位跟女兒分開 好像公司幫我們處理位子 我沒有逛任何東西 我真的是來不及 有點激動了 但我會覺得啦 小孩子沒有坐一起實驗信 你上飛機再去喬 比較安全 那我們再來告訴大家 今天256戰隊海虎軍艦 今天在左營外海實行 這個職務的時候 六人落水 剛剛在搶救 還有三個人下落不明 蔡英文總統趕快趕到現場 我們看最新的畫面 政治寒流來襲 海水溫度相對更低 軍方刻不容緩 要來趕快找到落水的他們 六名士官兵都有穿著救生衣 艦上人員隨即展開搶救 但第一時間只找到三個人 意識清楚已經送衣 目前還有林姓士官長 嚴姓以及張姓士官下落不明 S軌動C反潛直升機 持續支援前往附近海域搜尋 鄰近多艘航艦也執行搜救 這一天總統蔡英文行程 在高雄鳳山 接獲消息立刻趕赴左營軍區 總統蔡英文待了半小時左右才離開 好我們來看到的就是現場這個部分 現在還在搶救海上非常的不好 廣告就回來看到這個是立委候選人 黃建豪跟王毅的拍照 馬上回來 來看一下這個最新Quickseed的民調 賴清德32.5 然後來看到侯友宇27.2 柯文哲26.7 但我要看到莊敬成就說 國民黨對手黃建豪2011年 游到中國去見了當時的中國外交部長王毅 黃建豪就說那個時候你看還有名嘴啊 李正浩都在這裡啊 可是王毅川就說 你那時候要搞教改推動兩岸認同教學 那才是最恐怖的 我們看一下這照片 照片裡中間是現任中國外交部長王毅 而他左邊是台中第五選區 國民黨立委候選人黃建豪 當時22歲的黃建豪面帶微笑 和王毅站在一起拍照 2011年的照片曝光 民進黨立委候選人莊敬成質疑 黃建豪和中國戰狼之稱的王毅 看來交情甚好 好我們來看到的就是這麼的一個內容 我們進廣告馬上回來 到現場我們知道明天就是冬至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可以吃這個 紅白的湯圓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點票 可是我們在給大家看 他們've been解決了